高雄市長陳其邁跑市政行程 和立委邱毅營交頭接耳聊得愉快 包括立委許智傑和坐在另一邊的立委林淡化 都表態參加2026民進黨高雄市長初選 而舞台區第一排還來了 國民黨2026高市長選站不缺席的柯志恩 藍綠高雄市長選站的前售站已經開打 一場特優和資深里領長表揚大會 幾乎原班人馬在舞台上大合照 不在框裡的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 曾被藍營點名是可敬對手 坊間盛傳獲得派系支持 新潮流高雄局系直接否認 大家要記取2018年的教訓 我們用團結來贏得勝選 高雄局系提醒勿望2018年 當年高雄市長選戰 由國民黨韓國於勝出綠營敗選教訓 如今民進黨拼2026高雄市長選戰 光是初選表態戰將 包括四位立委和前勞動部長 其中賴瑞隆許智傑屬於新潮流局系 曾經在局市府當政務官的許明春 犯局系在地已是五搶一局面 再加上頻頻被點名的 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 若真的形成六搶一戰局 只怕還沒團結對外內部整合先卡關 也難怪新潮流局系急著出面闢謠 先不選邊戰